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加大与州大学生提出诉讼,要求校方归还部分费用的新闻 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学生本周对学校提起了集体诉讼 声称疫情期间导致校园关闭,并强迫线上学习,要求校方退还部分费用 在洛杉矶和澳克兰联邦法院提起的集体诉讼中指出 为超过7万名学生提供服务的大学系统拒绝退还春季学期学生未使用的部分校园服务费用 比如医疗设施、学生会和学生中心等等 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加州各大校园从3月起就关闭了,体育赛事也都被取消 周一晚间并没有收到校方的回复邮件 洛杉矶诉讼中指出,加州州立大学规定除非无其他安全地方可去的学生之外 所有人被迫离开校园,对于继续留在学校的人来说 服务变得非常有限,不住校的学生更没有理由到学校来 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已经取消了 诉讼显示,2019年到2020年学年 加州州立大学费用从850元到4000元不等 加州大学基本学生服务费用则约为1100元 提交诉讼案律师之一莱维特表示 校方终止服务,但却试图保留从学生身上收取达数百万元的费用实属不当 目前在亚利桑那州大学和维基尼亚州的非盈利福音派基督教大学自由大学 也有学生提出了类似的诉讼 在那边有什么小学生没有智联系的特殊 人家实在是实际上这类优伤的尽你 感谢观看